字幕志愿者 李慧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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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ek 和資深iBanker消息tok Alex 請用熱烈掌聲歡迎三位入場 有請 愛國必須是BIOS 必須是雙BILD 必須是講一套做一套 美國就exactly這樣 中國不要那麼傻 認真說要去反壟斷 我覺得這件事太早 和美國的競爭 如果你每間公司 以前和美國的公司的規模 是叮噹碼頭的 現在全部是小個美公司一半 甚至是三分之一的 你沒有那個size 沒有了規模 打雙撲也好 打斷也好 你沒有這個currency 去收購去投資 去收購人才等等 所以我覺得中國最近幾個月 這方面是比較上 要小心一點 所以這也影響金融市場的表現 所以為什麼高手呢 就是說不講 講了你有沒有留意 張三豐大教太帝 此消彼長的宏觀背景 美國正在擴張 在金融上 科技上 社會物質正在擴張 中國正在調控 很簡單 細節 你留意一下 那些內容 美金和人民幣 未來一兩年的走勢 在今天的point of view 是會怎樣 和利率會怎樣 中國是undervalued 它的currency是40%多的 所以長期 我覺得它是很有資格 去升值的 所以我部分 我比較樂觀 五年內中國的名義GDP 可以追到美國 不只是differential的 real GDP growth rate 亦有關係 匯率和relative inflation 中國可能高於美國 所以會追得特別快 千萬不要只專注於香港投資 其他地方還有很多機會 首先內地 雖然我和你講的 都還有很多機會 就算說回互聯網 就算阿里騰訊 technically它都會彈的 不會每天都跌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它內地還有增長空間 不是沒有的 亦都是它鼓勵有新的競爭 所以 不停會有新的公司出來